人生小站 Live Station 欢迎您来到人生小站 停下匆忙的脚步 一起品味人生 Welcome to Life Station Hold your busy steps Feel real life 118站 Stop 118 谎言治国 Governig by Lies 独裁专制政权 靠两线神器治理国家 一件是谎言 一件是暴力 谎言是基础建设 暴力是日常工具 谎言化身成建国目标 暴力化身成军警法律 谎言比暴力更重要 谎言让人心悦诚服 打从心里支持该政权 为让人心悦诚服 谎言要有极高理想性 要有极高道德性 极高的理想性意味着 永远有个做不到的梦想 极高道德性意味着 个人百姓 许为政权牺牲一切 为让谎言根深蒂固 必须向下扎根 从小就让百姓 沐浴在谎言的洗礼中 颠倒黑白 和篡改历史 变得理所当然 曾经发生 和从未发生的事情 按需求与否存在 如果一个谎言破了 就用另一个谎言来取代 如果一个小谎言被揭穿了 就用另一个大谎言 来分散注意力 古代天子 就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帝王声称受天之命 统领百姓 百姓正理不从 就是违背天命 你当天打雷批 现代天子则有不同称号 可能是国王 可能是主席 可能是总统 可能是将军 可能是精神领袖 可能是元首 可能是总书记 可能是总理 只要长期把持国政 不许人民批评违逆 就是现代天子 谎言治国 是专制独裁的标准配备 暴力治国 则是维护 谎言治国的 永恒实践 祝福您 平安 健康 快乐 谢谢您 May you be in safety healthy and happy Thank you